不要用刚刚那么麻烦 还要重复几个 然后还要用3去减 其实有点麻烦 我倒觉得用test会简单 可是test要怎么做 其实test你当然可以在旁边先练习过 那个test函数 其实它的概念就是 类似像文字函数里面 它有一个 T开头的test 那当然了 这个地方它会需要跟你要 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是 你的value就是你的储存格里面的值 后面的话是format test 这个所谓的format test 就是它跟刚刚我按滑鼠右键 这个制定里面是相通的 像我刚刚这边按右键 储存格式 制定里面我是三个0 所以将来呢 如果你想要把某一个格式 套用到储存格里面 你可以用test函数 那你可以拿这个里面的相关的格式来应用都没问题 因为里面是相通的 好 那怎么做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就是说 这个假设我要变08 我这边先把这个先取消掉 把它恢复成原来的 通用 OK 好 这个又恢复了 那如果我要格式的话 那我这边插入一个 用那个test函数 那value就是84好了 那我要怎么format 记得000 但是特别注意 你移开的话 像刚刚if会自动帮你加双引号 对不对 可是test它不会 所以怎么办呢 你现在都按确定 它其实其实不会work 那怎么办 记得哦 这个地方一定要什么 00 三个0之后 前后请你自己要加什么 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它不会帮你加 OK 按确定 有没有 084 那如果你像又填码 007也出来了 所以如果要把这个效果 套用到刚刚的公式的话 那其实也相当的简单 怎么做呢 把那个这个后面东西拿掉 我就怎么样呢 补上一个test 前刮符 value是这个 逗点 后面的话呢 就000 然后后刮符 OK 这样打勾看看 是不是084 没错 那084做出来之后 后面东西呢 一样 复制一下 从end到这边 贴上 把这边呢 改成 h4 打勾 那一样 向下填满 后面东西就完成了 OK 所以相对的 比起来的 好像这个 似乎是简单许多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test它的主要的角色就是 你给它资料 它帮你格式 那这个后面的格式 当然未来你可以做很多的 再更进一步的变化 那来源也许你可以从那个格式里面去做 那这个是第二种方法 那不过还是用那个函数 用test函数 那第三个呢 待会也许你再把它复制一个 按Ctrl键 把它改成VBA 那待会我们就要来看 第一个就是按下它 自动填满 清除 这边可以插入函数 第二种方法就是 这边使用者定义 不过你要做VBA之前 你恐怕需要先把环境先叫出来 那这个环境要怎么叫出来 第一个 这个开发人员 这个 这个标签 预设是不存在的 除非说你把它打开 否则它不会出现 那要怎么把开发人员这个选项打开了 不过因为我不知道这边环境是否还原 如果还原应该是没有 可是因为之前有上课 应该同学都把它打开了 理论上也许有也许没有 那怎么打开 在 Excel的上方 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这边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有个常用 常用里面 这边有个什么 在功能区显示 这个开发人员标签 当然预设是没有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没有 你就记得这样 这个常用 这个打勾 按个确定 开发人员就出来了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开发人员里面的那个 Visual Basic 点击它 这个时候 理论上它应该是会跳出这个东西来 那后面呢程式就写在这里了 OK 我会需要有个模组 把程式写在这里 那你们应该会看到的画面 我把它移除掉了 理论上你打开来应该会看到像这样子 那我是建议呢 你先把Visual Basic的画面稍微缩小一点点 那为什么要缩小一点 因为主要 我们会撰写程式都是看着我到底要做什么 而去撰写下一步 所以通常缩小的话 你这样比较好写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在这上面按右键 先插入一个模组 程式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写在模组里面 所以记得就是先插入这个模组 记得一定要有个模组啊 之前有同学乱写啊 就是看到地方就乱点 然后乱 之前有同学就点两下 白色的就写了 写了之后 好像暂时也可以动 之后好像就发生问题 因为你写错位置了 所以特别重要 请记得啊 不要按右键 插入一个模组 那里面写四个层次啦 那不过 因为等一下这个要讲啊 但是如果你想要先知道 这里面的东西怎么work啊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往下抓 这个是第一段 Sub 门号 对应一个EndSub 这一段对不对 清除 一个Sub 对应一个EndSub 是哪个 Function 有没有 就是自定函数 对应一个EndFunction 这第三段 这个是第四段 所以如果你要work的话 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这边有四段程式 Ctrl-C 然后呢 你可以到这边贴上 Ctrl-V或按右键贴上 这个时候呢 你就程式写完了 只是说你要怎么work啊 那第一个你可以的啊 这边执行它 执行的话呢 Sub 因为现在暂时你还没有做按钮啦 那如果我们还没做按钮的话 你一样可以在这个地方 游标放在这个区段里面 的任何地方 上方呢 会有一个执行 有没有 执行啊 这边是清除 有没有放在清除的区段 有没有 執行 清除 那底下这两个方向 有没有 不是直接从这边执行啊 错误的动作 怎么执行 在插入 有没有 这个函数的地方 会自动出现这个东西 使用者定义 那什么时候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就是当你的 这个 Visual Basic里面 有这 有至少一个以上的方向 它就会出现使用者定义 OK 如果完全没有 那就不会有 如果有一个以上 一个包含一个 那会出现这个 那你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刚刚我们用的手机范围 它会跳出来嘛 那你就是直接怎么样 再去选取 某个范围给它 按确定 就会work了 大概知道一下 那等一下我会教各位 怎么去做这些东西出来 请各位先熟悉一下 把那个Visual Basic打开来 插入一个模组 把程式贴上好了 先弯弯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感受一下 那待会当然 不是只有贴上就完毕了 还是得自己慢慢的把程式给写出来 那自己写这些程式啊 其实没几行 但是作用起来还蛮大的 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